其實都說了很久 我先生真的很喜歡有個兒子可以跟他一起玩 其實之前也想早點去實行這件事 為什麼要去實行呢? 就是有關於我的學業史 因為我之前跟陳定邦師傅學了差不多兩年的原學 然後看到今年、夏年需要緩衝 我原本想早一、兩年去實行 不如趕一、兩年吧 這個時候去實行可以化一些東西 所以我本想今年駝寶寶,夏年衣服 因為自己也懂得看 看到這個時機是好就可以合起來了 那先生對這方面有沒有意見? 等這麼久,我們會不會呢? 他也是OK的 當然早點好,但也不想我們有什麼不好的東西 所以趕時間去實行都OK的 其實今年就努力 努力,但在生小朋友這方面你是沒有上限的嗎? 上限的,我開刀一定有上限的 我開刀醫生就說四、五個 四、五個? 還可以兩個個嗎? 不用,不用那麼多,我可以救我吧 哈哈哈哈 其實我也覺得,因為這是他的願望 我覺得女兒現在都11歲 最小的時候都快要7歲 又要再來,肚子都痛了 其實是,但是你都OK的 是的,家庭和諧是最主要的 哈哈哈哈 他一直都說在後面就是家庭和諧 他擺放家庭前自己 其實所有的東西 他一定是主要的 你的願望,我覺得這個也重要 就是你的思維,你的想那樣東西 就是家庭和諧 你做什麼時候都會向著這個目標 達成的機會就高很多 我也是的 因為當一個家庭和諧 所有的東西都會好 是的,小朋友會好 感情會好 你的運氣都會好 還有我想說你的條件是沒有問題的 多生一、兩個、幾個都沒有問題的 因為我就是事緣了 我都說了一些很特別的 就是我去訊息你 我生完第二個之後 很久都搞不定就是什麼呢? 想收身 那我就想Suki是三個 為什麼可以看到你的照片 她常常看到你的社交媒體照片 我怎麼搞的 我這個女子這麼瘦 你怎麼生完三個給我對我 我記得我inbox問她 然後她的答案真是精靈 令我迫害 是沒有的,其實這些都是遺傳來的 我媽媽生完膩都不太胖 我都不懂怎樣教她 她是很誠實的 我都不懂怎樣教你 你又不是浪漫嗎? 她是說真的 我不懂怎樣教你 應該都是遺傳 然後我是很酷的 那一刻 所以打給Annie 很打擊的意思 然後我就想 不是,她又很誠實地告訴你 不會說很多很花巧的東西 或者很努力的 她就直接告訴我 應該是Gene 而你生完真的很快就回復了 希望再快一點 也會有一點不太健康的方法 例如是甚麼? 吃少一點 吃少一點叫不健康? 因為你生完你永遠都很不健康 你不會肚餓嗎? 你很忍得 你很忍得 因為以前我們在娛樂圈 我的習慣就是 做完事才吃東西 因為希望盡量的身形更好 好像我今天都還未吃到餐 你不知道吃飯是不吃東西 我之後也會看回 是否因為這個方法令我 沒那麼容易肥呢? 就好像現在說 16、8小時的 那些減肥方法 那些減肥方法 是否可以 我一直都是這樣做 我不知道原來那個原因 一直做 很長時間不吃東西 只吃飯的時間很短 18小時內就吃光了 對 你一直都是這樣 人家未盛行這件事已經做了 對 原來是他 入行已經是這樣 對 你生完嬰兒之後 每生完一個嬰兒的時候 其實你自己覺得 心態上是怎樣的呢? 因為很多媽媽都會分享 好像失落 有些人很開心 有些人會覺得 每個人都看著嬰兒了 不看我了 有沒有這些心態上的事 你有經歷過嗎? 我想第一個的差路會比較多 始終第一個小朋友 當你懷孕的時候 人家就會覺得 哎呀 吃多點東西 你不吃的小朋友也要吃 然後出來的時候 每個人都只是抱著小朋友 就會 少少被懶惰 但也不要緊 我都很忙 我都很疼愛小朋友 其實 你會明白應該 你是媽媽 你不是少女 你應該偉大一點 你應該把愛 給一個小朋友更多 你要明白 所以調節很快就能做到嗎? 一個月左右 我反而最不習慣就是 剛才結束了我 那時候 二十四 給那些小朋友叫我阿姨 對呀 你只有二十四歲 然後就說叫阿姨 明明是姐姐 明明是姐姐 然後就要調節了一整年 現在的你就可以了 自己說 叫我阿姨先 算是歷史 對呀 隨後 你再生第二個女兒 第三個女兒 你又怎樣教識她們 可能姐妹之間的 會相的愛護呢? 因為我自己的經歷就是 我生完第二個的時候 其實一個大女兒都需要一段長時間的接受 即是她已經是一個算是很懂事理的 一個小女孩 但她會經歷那個時候 她剛剛三歲多些 她都會覺得 是誰來的? 為何又會好像每個人看著她 你又怎樣三個小朋友 怎樣去調節小朋友的狀態呢? 哦 那 即是 我大那個和第二那個 其實是相差一年半的 那時候都 是的 大女兒都是 寶寶 寶寶 她不懂 她很羨慕 到了可能 大一點 她們會 有些爭執 吵架 那我怎樣去 緩和她們的情況呢? 我就 哎呀不要這樣 對 如果 最年長的就是差四年的 counselor 我們就會跟她 golden 你將來也會 род的 現在而是小女兒都萬千宗愛 我們的朋友都會嚇 Astronomy 他很抱 hält 最小的媽媽很捨自我 到時有小孩在這裏 媽媽就可能不太捨自我 開頭可能不會抗拒 之後再說幾次 他就會接受 你現在計劃今年 從最小的這裏 都有6年 應該都有7年至8年 到出生的話 如果真的生一個小孩 那你會否很害怕 便會把外套的呢 我喜歡你多點 其實都是一種緣分 你跟這麼多個小孩 當然你過過都會親 但可能真的有和你 比較緣分心 投契一些 何況你媽媽對你 再教你的小孩 有沒有一個原生家庭的影響 我媽媽是很傳統的女人模樣 我覺得這是受她的影響 甚麼都要自己放低一點 大局為重 即是以家庭為重 家庭和諧為主 自己不用放那麼前 不只是要達到我的要求 或者達到我的目的 而是家庭那件事 究竟能否做得到 目標是大家開心 可以不可以 都是這種類似 她真的放在家庭上 就沒有自己 我便有些進化 家庭為主 在家庭為主 在家庭為主 對 都會 投資自己 多些 現在也是 我相信有不少人問過你 會否重投回娛樂圈 日後會不會有這樣的機會 只是你第一個問我 真的嗎 是 但我經常都會覺得 因為你 都會保持著這個影響模樣 隨時回來 這幅想 很厲害 你完全不留戀 在娛樂圈的工作 對 我沒有那方面的天分 沒有你們主持的口才 沒有你老公演戲的細胞 我覺得 應該要給一些有能者去做那些事 即是那裡是一個經驗 我們將來有些設計 為Asuki的節目 邀請你來客席主持或嘉賓 榮幸 即是煮食可以分身分 甚至乎你的家庭和諧 對 我們是出得聽課 入得廚房的最佳典範 希望可以做到 做得好 謝謝 謝謝